好 他說有一枚硬幣丟出正面的幾率是0.4 0.4 OK 爸爸休息一下 那麼一百個人就丟這一枚硬幣 每個人各丟五十次 請問你 下例去數哪一個是真的 哪一個是真的 好 A 我們看一下 他說丟二十次正面的必定是最多的 我告訴你 光看必定兩個字啊 然後把它劃掉 為什麼 因為他講的其實講機率嘛 機率告訴你是說 如果 十次的話 看起來應該不可能會有四次出現正面 對不對 但一定是嘛 不見得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講必定的時候呢 肯定是有問題的 因為機率講的是一個概率而已 可能發生的狀況 並不代表百分之百 有可能你丟二十次裡面啊 每次都是什麼 正面 也有可能都是什麼 反面嘛 對不對 所以 A 肯定是錯的 好 那看 B 他說一百個人所得的標準差呢 很有可能不超過四 好 這個呢就去思考他了 怎麼去想他 怎麼想 好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那個 標準差怎麼算 還記得嗎 標準差 第二個 那個標準差的那個符號是什麼 Rone 還記得嗎 他公是什麼 根號 N P Q 吧 N是什麼 次數對不對 P呢成功的機率 Q呢失敗的機率 所以我們把那個成功機率 就是正面 0.4 對不對 所以反面呢就應該是0.6吧 所以應該是 一百個人嘛 所以應該是 根號 一百 乘上 0.4 再乘上 0.6 哦 這樣子 OK 所以答案是 根號 十二 也是根號十二嗎 看一下哦 哦 這寫錯了 每個人丟五十四 所以應該是 五十才對 所以應該是 五十三才對 所以答案是 根號十二 所以大概是 二根號三嘛 二根號三 那根號三大概是 1.7多 所以大概是 三點四六四左右 所以他說很有可能 不超過四 對啊 的確沒有超過四嘛 所以二呢是對的 OK 所以B的答案是 沒問題的 好 好那第三個呢 C這個答案 他說我們丟出 19 20 21 正面的人呢 合計大概會有 68個人 好 這個答案我怎麼判斷 C是正確來錯誤 好 第一件事情是 因為丟出的 19 20 21 是屬於男的部分 你先告訴我那個 算數平均數是多少 就是他的期望值 還記得嗎 期望值是什麼 NP吧 對不對 齁 期望值的部分 那個C的部分 這個答案呢 期望值 1 應該是等於NP吧 那就應該等於50乘下0.4吧 50乘下0.4 所以答案應該是 20 所以他的算數平均數應該是20 所以他的算數平均數應該是20左右 那麼 他說值出19 20跟21的人 第一個 我們看一下 標準差 我們剛才都告訴你了嘛 標準差大概是3點多嘛 所以如果我們用中間來看的話 是這裡應該是如果 中間算數平均數是20的話應該是 第一個區間應該是介於大概是多少 如果假設3.4的話 大概是16點多到23點多吧 對不對 沒錯吧 我的意思說中間不是算數平均數嗎 然後你以標準差各自加一個對不對 加1-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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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沒有 所以應該是介於這個什麼東西 代表這個 16點多到23點多這邊呢 應該會有多少 應該會有賺百分之六十八吧 對不對 因為這第一個區間嘛對不對 好 所以換句話說呢 100個人來用的話大概會多少 所以百分之八的話大概會68個人 所以換句話說19、20、21 他說估計或是68個人 其實不會 應該是來包含前面的 應該從17開始18 也就是說應該從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 這些範圍裡面的人 加起來應該有68個人才對 聽懂嗎 摔崩講19、20、21 沒有那麼多 這樣聽懂嗎 會啦 OK所以C是錯誤的 好這台豬呢 他說丟出18、19、20、21、22 應該是17到23才對 所以他少了17跟23 所以應該這邊也對沒有 他說丟出17到23才有 這個E才正確 所以答案選擇的是B1 這樣子 會啦 OK